朋友们好,又是周五了 那本周的行情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啊 那经过了一波护盘反杀空头的大涨之后呢 昨天指数就在冲高之后 出现了一个高位的震荡回落走低 今天呢,指数开盘依然是维持着一个窄幅的震荡博弈 造成这个现象的始作俑者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 那就是指数下方 它存在着一个跳空的缺口 因为担心缺口回补 导致资金是畏首畏尾,不敢进攻 一个小小的缺口啊 吓死三军啊,让资金不敢动弹 颇有点什么呢 张飞横刀立马丹记威震长板桥 贺退百万卫军的这种架势啊 难道我堂堂的大一股的反攻 就被这么一个小小的缺口给挡住了吗 那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缺口理论吧 K线图的缺口啊 是指由于受到利好或者是利空消息的影响 股价大幅度的上涨或者是下跌 导致股价的日线图上出现 当日成交的最低价超过前一日的最高价 或者是成交的最高价 低于前一日的这个最低价的这么一个现象 形成了一个交易的真空区域 这个就是缺口了 A股历来流传着什么呢 缺口必补的理论 缺口理论认为啊 一般而言缺口经常会被随后的次级行情封闭掉 如果说短期不回补的话 就很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 有可能会由下一个中级行情来回补 所以在A股市场只要一遇到缺口啊 资金啊就变得畏首畏尾不敢向前 市场信奉存在既为合理 缺口理论在市场中存在多年 说实话也有其生存的一定的基础吧 不过呀 咱们现在A股正值外资做空的时候啊 畏惧一个缺口而萎缩不前 无疑是给敌人以喘息和反扑的时机 其实啊 缺口理论并不是那么的神准 就跟A股上的很多魔咒一样啊 像什么两汇魔咒啊 两桶油魔咒啊 都是通过对交易者心理层面的影响 而发生作用 只是很多人相信它 它才准 如果大家都不信了 那它也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反观美股呢 其实有很多缺口都没有回补啊 就拿道琼斯指数来说 从18213点的最低点 一路涨到了36952点的这波行情 其实这个期间啊 就出现过非常非常多的跳空缺口 这些缺口也并没有回补啊 比如说在18213点这个刚启动的这个位置 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嘛 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啊 都涨到3600多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回补 所以说A股咱也要涨涨志气了 不应该固制于旧习惯浪费反攻的大好时机 而且目前高层的态度其实也是鼓励大家继续反攻的 最近五大部委都集体出动了 这个动静可不小啊 昨天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也将股票类的业务 最低结算备付金的比例 从18%调降至16% 释放了大概是200亿的资金吧 这个事情呢 它并不在于钱多钱少的问题 说实话 对于几十万亿市值的A股来说 200亿的资金那就是毛毛雨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态度啊 高层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大A哥要挺你的坚定决心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啊 后期只要A股下跌那五大部委 一定还会有陆续的动作 或者说是政策的实锤出来力挺A股 因此啊 八哥也呼吁大家不应该过于悲观 因为一个缺口就止步不前 用大宅门白景旗白爷的那段金句台词来说啊 就是什么呢 看前面黑洞洞定时那贼巢穴 代案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啊 那节奏上来说 别看这几天啊 指数特别强 可能很多人获得感不强 甚至都没有跑赢指数啊 我觉得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咱们要反啥空头嘛 资金主要是变着花样的 去拉那些大盘股 对指数影响比较大 比如说之前拉茅台呀 拉宁德呀 今天然后又拉了这个保险 对吧 而中小盘呢 短期就没有资金去炒了 造成了赚了指数不赚钱的局面 这个只是暂时的一个现象 为了打击空头 咱们也要必须忍一时之痛啊 等到大盘回到正常轨道 那个时候炒作氛围会更加的美好 短期啊 咱们不妨稍微忍耐一下 也别着急 那最后啊 有一个突发现象 大家要引起注意了 北向资金啊 今天突然之间大手笔的抢筹 尾盘啊 净流入超300亿元 只不过因为时间太短暂啊 只成交了一部分 最后全天净流入是84个多亿 但是从外资流向走入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几分钟几乎是呈现一个 直线拉升的这么一个形态 为什么外资尾盘突然大手笔的抢单呢 我觉得可能是周末会有什么利好 比如说降准啊 降息之类的 外资向来消息面比较灵通啊 所以说咱们密切的关注周末的消息 好 今天就是这些 咱们下周见